要有效将一样事情顺利的完成 而且是能够真正的完成到比较完美的一个阶段的话呢 我们在处理该事之前 就必须要先做好一些准备 那如果我们本身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呢 在处理该事的时候 也许就会因此而面对了一些困难 或者省事在整个过程之中呢 就可能会频频的犯错 有一句话说 准备好了 我们本身才能够真正达成功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今天的我们啊 在处理事情之前呢 先问问自己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准备万全 以便我们能够预防我们本身犯错率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到大多数犯错的人 都是因为啊 对一些事情可能说得过解过 所以在做事的时候呢 也许就认定说 哎呀 这个事情很容易的 结果就频频犯错了 准备好了 就能够让我们本身 更为顺利完成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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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